一个月二度访迪化街。 柯达观光牌功率票仓 台北市长柯文哲一整个下午都在迪化街,到各个店家走访,这也是一个月内二度来宣传,但这里是传统绿营票仓,柯文哲频频来推观光。 难道是要用政绩牌来松动绿营吗?柯文哲轻描淡写,但强调之后还会继续办活动,而且台北市各个行政区他都会去。 图TVBS。 柯尔BS,台北市长柯文哲,来者何人?台北市长柯文哲。 睁大眼睛嘴巴,一脸惊讶,看到真人版布带戏主角史燕文,带着女朋友到底化街约会,台北市长柯文哲,不当电灯泡改去喝茶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店家,一斤六千元,你喝得下去吗?我那时来的时候我还没当市长,还没,你竞选的时候我就说门上的。 四年前竞选时也来过,柯文哲就地重游,如今少了民进党权力相挺,得加倍博取绿营好感,一个月内二赌来大同区,积极耕耘绿营大票仓。 图TVBS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没有啦,其实台北是十二个行政区,每个地方我都有去,只是说这个地方是要振兴观光。 打出正级牌,要让基层有感,尤其迪化街周日实施图图区后,逛街人潮增加,国外观光客也跟住来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霞海城黄庙,没说很大间,一大堆日本人都被骗来这个地方,没有啦,什么骗,这个要有一个广告,台北市最能够吸引日本韩国观光客的一个地方,所以后来我们在整个设计上,因为我们不希望游览车进来,然后下车道离开15分钟, 这不是我们要的,要设计可以在这里晃一天,所以整个大岛城日后都是以徒步,可以走一天的形成设计。 图TVBS 只是迪化街上,文创小店越来越多,也让传统店家担心,反而失去原本的特色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市长加油,刻意挑选老店铺,来宣传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不能搞到最后只剩下文创,这个基本产业,传统产业自己跑掉。 要让新旧共存,柯文哲密集走访大岛城,就看能不能靠观光行销,松动绿营板块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一整个下午都在迪化街,到各个店家走访,这也是一个月内二度来宣传,但这里是传统绿营票仓,柯文哲频频来推观光。 难道是要用政绿牌来松动绿营吗?柯文哲轻描淡写,但强调之后还会继续办活动,而且台北市各个行政区他都会去。 图TVBS,ColorBS,台北市长柯文哲,来者何人?台北市长柯文哲。 睁大眼睛嘴巴,一脸惊讶,看到真人版布带戏主角史燕文,带着女朋友到底话接约会,台北市长柯文哲,不当电灯泡改去喝茶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店家,一斤六千元,你喝得下去吗?我那时来的时候我还没当市长,还没,你竞选的时候我就说门上的。 四年前竞选时也来过,柯文哲就地重游,如今少了民进党权力相挺,得加倍博取绿营好感,一个月内二赌来大同区,积极耕耘绿营大票仓。 图TVBS 台北市长柯文哲,没有啦,其实台北是12个行政区,每个地方我都有去,只是说这个地方是要振轻观光。 打出政绩牌,要让基层有感,尤其迪化街周日实施图图区后,逛街人潮增加,国外观光客也跟住来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辖海城黄庙,没说很大奸,一大堆日本人都被骗来这个地方,没有啦,什么骗,这个要有一个广告,台北市最能够吸引日本韩国观光客的一个地方。 所以后来我们在整个设计上,因为我们不希望游览车进来,然后下车道离开15分钟,这不是我们要的,要设计可以在这里晃一天,所以整个大道成日后都是以徒步,可以走一天的行程设计。 图TVBS 只是迪化街上,文创小店越来越多,也让传统店家担心,反而失去原本的特色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市长加油,刻意挑选老店铺,来宣传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不能搞到最后只剩下文创,这个基本产业,传统产业自己跑掉。 要让新旧共存,柯文哲密集走访大道成,就看能不能靠观光行销,松动绿营板块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一整个下午都在迪化街,到各个店家走访,这也是一个月内二度来宣传,但这里是传统绿营票仓,柯文哲频频来推观光。 难道是要用政绩牌来松动绿营吗?柯文哲轻描淡写,但强调之后还会继续办活动,而且台北市各个行政区他都会去。 图TVBS KoserBS,台北市长柯文哲,来者何人?台北市长柯文哲。 征大眼睛嘴巴,一脸惊讶,看到真人版布带戏主角史燕文,带着女朋友到底话接约会,台北市长柯文哲,不当电灯泡改去喝茶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店家,一斤六千元,你喝得下去吗?我那时来的时候我还没当市长,还没,你竞选的时候我就说稳上的。 年前竞选时也来过,柯文哲就地重游,如今少了民进党权力相挺,得加倍博取绿营好感,一个月内二赌来大同区,积极耕耘绿营大票仓。 图TVBS 台北市长柯文哲,没有啦,其实台北是12个行政区,每个地方我都有去,只是说这个地方是要振兴观光。 打出政绩牌,要让基层有感,尤其迪化街周日实施徒步区后,逛街人潮增加,国外观光客也跟住来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霞海城黄庙,没说很大间,一大堆日本人都被骗来这个地方,没有啦,什么骗,这个要有一个广告,台北市最能够吸引日本韩国观光客的一个地方, 所以后来我们在整个设计上,因为我们不希望游览车进来,然后下车道离开15分钟,这不是我们要的,要设计可以在这里晃一天,所以整的大道成日后都是以徒步,可以走一天的行程设计。 图TVBS 只是迪化街上,文创小店越来越多,也让传统店家担心,反而失去原本的特色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市长加油,刻意挑选老店铺,来宣传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,不能搞到最后只剩下文创,这个基本产业,传统产业自己跑掉。 要让新旧共存,柯文哲密集走访大道成,就看能不能靠观光行销,松动绿营板块。